最新消息,台塑集团昨天办伟牙宴,在现场没有热闹的艺人表演,全都是员工自己卖力演出,一样赢得满党彩 而董事长李志春发出的最大现金奖是6万元的红包 李志春说,今年台塑没有赚太多,员工平均发2.83个月的年终奖金 不过他在伟牙宴上也信心喊话,每位员工再加发5000元奖金 台塑集团的年终尾牙,员工麦里的演出《内山姑娘要出嫁》,博得好评 虽然没有热闹的艺人表演,但是台塑一级主管配员工一起同拍演出,洋溢着欢乐融融的气氛 今年台塑的年终奖金创新低,发2.83个月 那么李志春信心喊话,给员工再加5000元的年终奖金 李志春说,看好2013年的景气,但是非常忧心通膨,会发生台币汇率会变动 台塑公司本业还有转投资比例,各占50%,去年只赚了400多亿 其中有300亿是来自美国的转投资 整体而言,景气不算是乐观,台塑还需要全体的打拼 感谢观看